席间,陈尼将一直皱着眉头,好像有什么心事,随后陈尼将对旁边大伯说道,论东哥,这件事我看你还是在找个风水先生看一下子吧,江文的坟有古怪啊,大伯大骂道,能有啥子古怪,肯定是哪个天杀的盗墓贼挖我家坟类,我二伯听完却不这么认为,说道,我看未必呢,如果是盗墓的人,从外往里挖,那么坟口子的开口方向应该是表面大,里面小, 越挖越小,这个应该好理解,但是爹老子的坟,大家刚刚都看到了,很明显是里面开口大,外面开口小,也就是讲这个口子是从里面往外面挖的,也就是讲老爷子是他自己从坟里爬出来的,二伯的话,即使是在这大夏天里,也让在场的所有人被挤一阵发凉,等到陈尼将走后,二伯讲他到镇上找个风水先生, 到晚上的时候,大伯讲他今天晚上去坟地里守一晚上,看看到底是哪个不长眼的狗东西,感动爹老子的老屋,他还是相信这是有人在乱搞,我虽然害怕,但是还是坚持要跟着去,毕竟这是我爷爷,我不可能看到他的老屋被人刨开,我爸见我态度坚决,没有多说什么,这件事他也没有了主意,不过吃完饭后,他也跟着我们来到了爷爷的坟边, 大伯和我爸在附近找了些柴火,然后在不远处燃起了篝火,借着火光,我看见爷爷的坟墓,安安静静地坐立在那里,似乎和平常的坟墓没有什么两样, 但是一想到爷爷从坟里爬出来,就觉得透露着一股子难以言喻的诡异,三个人围坐在火堆旁,此时此刻也顾不得炎热了,再说了,不知道为什么,今天的天气竟然不是很热,即便是坐在火堆旁,都还是觉得后背有点冷, 时间就这么流逝着,突然,我听到身后有脚步声响起,我立刻回头,大喝一声,谁,但是我什么也没看,当我回过头去的时候,却什么也没看见, 大伯就问我怎么了,我回到,刚刚听到那边有脚步声,然后我爸对着大伯说,你们在这儿等着,我去看看,说完就朝着我身后的方向走去, 我和大伯都站在篝火旁,看着我爸,站住,别跑,远处突然,我爸传来一声大喊,这时我生怕我爸出什么事,就有些着急了,大伯也是,随后大伯对我说,小江我去找你爹,你在这儿等着,要是我半个小时还没回来,你就先回家去,大伯也去了,整个坟地就只剩下我一人,四周一片漆黑,我很害怕,不敢往其他地方看,只好蹲着烤火,不过我的背后还是发凉, 大概过了半个多小时,我开始越来越害怕,眼看大伯还没有回来,我就准备按他说的,先回去,等我起身想回家的时候,我看见爷爷坟头的顶上,有一个人正慢慢地冒了出来,此人正是我的爷爷,小江,不好,爹不渴啊,那可是你的亲孙子啊,小江走回家, 等我再次醒来的时候,我已经躺在家里的床上了,我妈在一旁,已经哭成了泪人,大伯二伯站在一旁,我看到大伯和二伯垂头丧气的,我就意识到什么,我问,我爸呢? 大伯手上拿着一只鞋子,说,我昨晚上没追出去多久,就看到了你爹的鞋子,人没找到,就听到你的喊叫声,我就跑回来了,听完,我就迅速下床,然后就要去找我爸, 随后大伯拦住我说,村长已经发动全村人,去山上找你爹了,你就不要再去了,你爸就你一个娃,你要是再出事,我对不起你爸,听大伯这么一说,我妈哭得更厉害,就在这时,一个陌生的中年人走了进来,我二伯见到他,蹭的一下走了过去,说道,哎呦,老同学,你终于肯来了,此人姓陈,别人一般都叫他陈先生,陈先生叹息一声,讲,哎,我也不想来, 事情闹这么大,不来不行呀,你先把搜山的人都叫回来吧,待会我要用,人少了,我怕镇不住,在这陈先生的带领下,我们都去了我爷爷的坟地,陈先生到了坟地后,就绕着爷爷的坟走了一圈,然后说道,哎呦,这下恐怕麻烦了,随后他从身上取出一个东西,然后用那东西在爷爷坟上横七八竖的绕了一圈,然后还在坟头上贴了一张符纸,然后叫来几个壮汉,并叫他们嘴都张开,随后, 随后每人都发了一枚铜钱含在嘴里,并说道,一会儿不管发生什么事,都不准说话,小的不,随后陈先生一下跪倒在爷爷坟前,随后嘴巴就开始念起了咒语,说完之后,他就开始抛手里的铜钱,陈先生就这样前前后后抛了九次,最后陈先生的脸色已经很难看了, 在他抛第十次的时候,直接指着我爷爷的坟骂了起来,江文书,你难道真的要断子绝孙,如果不是,你就给后生一个好兆头,说完陈先生再一次抛洒手里的铜钱,铜钱落地,陈先生低头一看,松了一口气,随后站了起来,就对着大伙说,挖坟,听到这话我二伯脸色就有些难看, 我大伯更是说什么都不肯,还对着陈先生骂骂咧咧咧,陈先生也不解释,就对着我大伯说,你如果不想让老三死,就赶紧挖坟,这话一出,大伯二伯就都没脾气,要挖赶紧挖,再不挖就来不及了,随后就是几个壮汉开始挖坟,他们也不敢说话,只有锄头的声音不断传来,陈先生则是在一旁走来走去,似乎很是焦急,就这样一小时候, 我爷爷的坟总算是被挖开了,陈先生也是来到坟前,然后就跳到了我爷爷的棺材上面,好像是在听棺材里面的动静,过了一会,陈先生又跳了下来,然后指着棺材吼道,即使一道,开关一把棺材盖子掀开,往里一看,都不由的倒吸了一口凉气,棺材里躺着的,竟然不是我的爷爷,而是失踪了一天的我爸。